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同事在这个家屋里 京城的一个京剧史家里 同光十三绝中的淡绝梅巧林 得以孙儿取名为兰字王华 这一南一北两个属满男孩 就是后来京剧史上赫赫有名的梅兰邦和周信邦 周信邦祖上本是官宦之家 可惜家道中落 父亲周未堂又迷上了皮黄 在戏班里登台唱戏 周未堂被租出家族祠堂后 跟着一个戏班到处流浪演出 幼年的周信邦耳濡目染 父亲也发现他是块可造之才 在他虚灵六岁之时 让他拜了知名的武生陈长兴为师 一年后 周信邦终于有了登台的机会 六岁学戏 七岁登台唱戏 在杭州 所以他艺名叫 小时候叫七林孔 七岁了 七岁唱戏 杭州第一次登台 一炮打红 许多明爵都请他来迎小童串 十二岁时 他随着父亲辗转来到上海 当时他已经十二岁了 那不能叫七林孔了 他开始的一名叫七林孔 就七岁了 年龄的龄了 这时候他给了个名字叫七林孔 就是灵感的人 在如今福州路 湖北路的路口 当年曾有一个名造一时的戏员 丹柜第一台 周信邦在上海的第一次登台 正是在这里 此时的他 也不再是小童串 开始演正戏 当时演戏时 要写水牌 把戏名和演员写上 放在戏员门口 以便让观众知晓 一个老先生是上海人 姓王的老先生 他写了 那么后台的管事和他讲 今天是叫七林孔 你要写个七林孔在演出这个戏嘛 结果他听成七林孔了 因为七林孔跟七林孔在上海话差不多的 他就写了个七林 到了开场前 管事才发现这个错误 但票已售出 观众拿着票要看七林孔的戏 无奈之下 只能将错就错 用了七林孔这个艺名 七林是中国古代的神兽 是祥瑞之物 周信邦的父亲啊 觉得这个艺名很好啊 这个艺名太好了 直接没想出来 他专门带着周信邦 到那个王先生那儿去 叩谢他 回来之后起了那个名字 果然 这个文明大将难得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周信邦已经成为了当红的生卷 他编演了许多连台本戏 在各大戏院演出 周信邦的 《萧和乐下追寒信》中的精彩唱段 更是唱遍了街头巷尾 《萧和乐下追导》中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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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唱唱啊 过去在什么地方唱啊 现在来说工人文化工 靠逆服务在筹力这条马路 这一代最热闹的地方 做小满卖的那达洋车的都会成七块的东西 在《萧和乐下追导》中 而且她装扮时尚 是社交场上的名媛 名叫 球莉林 我妈妈也是 喜欢打扮的 当然 绝对喜欢打扮 很前卫的 她是第一个输油条的人 第一个穿男子牛仔裤的 起码在国内使的吧 我妈妈非常漂亮 我爸也是美男子啊 就是这样郎才女貌的一对 却因为门第的问题 遭到了家庭的反对 球莉林为了爱情 决定离家私奔 在周信邦的安排下 躲到了苏州的一户年居里 此时的他们 还承受着很大的舆论压力 和流言蜚语的攻击 在几年之后 等一切平定 两人才举行了婚礼 正式结成了眷属 婚后 求莉林负责照料家庭生计 管理周信芳演出中的收支 她买下了长乐路上的一幢花园洋房 周信芳和求莉林一生恩爱 共养育了六个子 我妈妈帮我爸爸建立了一个 很实在的 很有实力的一个家庭 让我爸爸有一个安稳的 就是后臀去 在前面去演戏 爱情到底是很重要的 一个男人也好 一个女人也好 有了爱情的力量在后面 做事是冲净不一样的 1931年 九一八事变之后 中国社会处于动荡时期 文艺界的许多进步人士 都为国际民生而忧虑 周信芳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上海存在了一个 上海文艺界的抗的 对望协会 与田汉 欧阳于清 他们领导的 周信芳是这个协会里面的 割据部的作用 所谓割据部就是警局部 警局部的作用 他就投入了这种 在电台里面 唱这种军王的剧目 于是我们到这个前线 去慰问伤兵员 参加这个工作 周信芳与田汉 欧阳于清等在一起 编排了许多星系 但形势越来越严峻 田汉党人准备撤退到后方 田汉在会上说 我们明天就要走了 不管是走的还是留下的 都要坚持抗战 不做王国奴 我们虽然走了 我们将来还是要见面的 田汉说的这么 就说不但不做王国奴 而且我们将来如果见面 如果做了王国奴 你怎么见面 你有什么脸来见我 所以说这个话说的事 周信芳就记住这个话 此时许多有骨气的明觉 未表爱国心计 毅然决定不再演戏 在大光明电影院的附近 黄河路21号 也就是原来的卡尔登戏院 周信芳的许多爱国剧目 都在这里演出 他那个崇祯皇帝 到后来马上打进来了 怎么办 他对他的儿子讲 世界上什么最苦 王国最苦 世界上什么最惨 王国最惨 完了过我们就没有自由了 讲到这个地方 大家都是感同身受 都是非常有共鸣的 除了明末遗恨之外 周信芳还排演了《灰青二帝》 其中宋徽宗被露临别式的 一段唱词 激励了人们的抗日热情 其中 周信芳抨击了妥协苟案 投降卖国的汉奸 被日伟当局勒令禁言 后来这戏禁言 敌魏 敌魏把他禁言 不让他演 那么他怎么办呢 就在舞台旁边贴海报 文天强死可法 贴两个大海报 贴着人 虽然这两出戏 在当时一直未能上演 但大夫的预告 却始终挂在舞台两侧 让每个来看戏的人都触目惊心 抗战胜利以后 他与田汉再次见面 田汉作诗相赠 留须谢可称眉大 喜带归浓 美玉霜 更有江南临结在 戈台深处 住心房 战争期间 周信邦组织的 疑风巨社 一渡北上 演出了 《民墨遗恨》 《红城仇》 《追寒信》等剧目 三年之后 受黄金大戏院之片 周信邦重回上海 观众自发的 就从那个龙 就叫剧场门外 就像现在开什么 放下两个 红的那个 叫什么 调破 据说写的是热门的 热烈欢迎麒麟童南归 可想死你了 就是麒麟童 就观众这个心情 父亲周卫堂 虽然被逐出了 祠堂 但周信邦的 信邦二字 还是照着 族中的牌辈去的 重回 祠堂 一直是老父亲的 一个心愿 如今的周信邦 一有所成就 就想帮父亲 圆了这个心愿 父子二人 回到宁波 来到周家 到宁波去跟族人讲 能不能回来祠堂 就是他现在光中药主了 可不归之 啊 岂有此理啊 他们说不许 不许回来 你是唱戏的 我们这个族里 不能有唱戏的 那我发火了 那就再找了 另外一个风水宝地 附近的 就另外造了一个祠堂 又唱戏啊 又怎么样 就搞了个祠堂 这是周信邦 在儿历之年 回家乡建造的祠堂 全恩堂 祠堂墙上 至今还留有修建式的碑文 但凋梁化动 也只是一时的行伤 尽管周信邦 当时已是大红大紫 细子的身份 依然被人瞧不起 康战胜利后 在上海进行特种职业登记时 把义员与妓女 和妓女 列在一起发卡 日本人投降 日本人投降以后 就是强调要登记 艺人要登记 周信邦就提倡 在迪延宫会提倡 就是不能登记 我们怎么还是戏子 还是长幽立地 就是不肯 周信邦与戏剧电影界的名流一起 领导了反议员登记的 请愿斗争活动 同时 也为中国议员的地位处境 感到悲悯 所以他不让我们演戏 也是这个道理 因为他受过这个刺激 新中国成立时 周信邦被邀请参加开国大典 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从此 他的社会地位 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里是上海京剧院 他的前身是华东戏曲研究院 周信邦为第一任院长 抗美人潮时期 为了捐献京剧号飞机 他举几位明觉一起 举行了一演 我们在上海装飞机炸炮 爱国 我们的梅良方 周信邦 盖条天 很多演员 都为场义务演出 五块钱一张票 专行飞机炸炮 周信邦 周信邦参加了以贺龙为团长的复朝慰问团 带队到朝鲜去给志愿军慰问演出 大江南北许多明觉也积极响应 但是到了北京以后 中央又做了一个决定 梅兰芳 陈彦秋 马列良 这三老又加盟到 就是以我们这个华东竞技试验剧团为基础 把他们这几个大师都搁在这个团里 所以我们后来一个老领导 那个吴世间他写的本书 叫《天下第一团》 在演出中 成燕秋开罗 梅兰芳压咒 周信邦和马列良轮流大咒 这在国内也是难得一见的 周信邦的嗓音沙哑而浑厚 表演节奏感强 颇具特色 他一生编演了许多戏剧 在这传统戏曲的学习中又有改造 最终形成了风格独特的期盼 我爸写了一百多个金句 他导演了两百多个金句 演了五百九十几个 这是近六百个戏 周信邦打破了传统戏剧 城市化的表演 更加注重对人物的塑造 他还把话剧表演融入金句中 以增强对人物的刻画 所以他说自己的表演 是七分念白 三分成 他说我们演员要口语话 要人家听得懂 或者要耍那个味儿 但是老学长没这种 没这种 他讲出了句话保证你懂 周信邦的念白 感情真质很有感染力 他的名剧《清风亭》 讲述一对老夫妇收养了一个孩子 几年之后却遇到那孩子的亲生母亲 只能把孩子交还于他 周信邦扮演的老翁 与杨子临别时的一段念白 尝试许多观众声泪俱下 将来我儿老百年之后 你要到我儿老增前 拜我儿老几拜 教我儿老几身 难道说我儿老还手不提 手不提名字几拜 不是第五 你这几拜 不止几秒 教那些无儿无虑的人 也好收养别人家的儿子 抽气着念这段车 什么动作也没有 就是摸他的头 观众听了落泪 周信邦的表演很真实 不仅感动台下的观众 也感染了与他搭戏的演员 杀家那个 他带着女儿要去杀家了 他就出门以后 就往下场门走 那桂英女儿一看 怎么怎么 一反常态 怎么门也不关呢 赶快把他爸爸叫回来 爹爹 还我一声关门呢 周先生 根本就看都不看 让他去吧 就让他去 随他去吧 那杀贵英就着急了 爹爹 里面还有音用的家具呢 还是我们生活的东西 周先生就是先不念 然后看着焦贵英 那个眼睛里头就带着点眼泪 我们动 动物 不要了 我就觉得我好心酸 周信芳七岁便开始登台 唱念作答在他身上都以融会贯通 他台上的表演总是显得朴实 而不着痕迹 所有的艺术形式手段等等 都在荣语人物塑造之中了 看不出他是卖弄的技巧或者形式了 一个美学家王朝文先生讲过句话 就在舞台上的表演 当你看不出他是技巧的时候 这就是真正的技巧 1956年 他的名作被搬上了荧幕 由上海电影制片厂 拍摄了彩色戏曲片 宋世杰 他是我的甘女儿 我是他的甘夫 甘女儿不去在甘夫家中 难道是叫他去在安藤四元 电影不比舞台 有灯光镜头等许多限制 演起来很有难度 周信芯积极积极配合导演 调整自己去适应电影 一边在起初跑什么 在这个舞台上他是跑来跑去的 但你在电影你怎么跑过来 又跑回来了 那么他就采取了一个跑过去 一碟毛豆子 一个鞋下蛋 一碗饭 他就是到了这个电影棚 或者到了舞台 整个身心都在这个艺术上 都在表演上 他的其他的都顾不到 棋派艺术的表演 真实生活 如今 一部仅仅是京剧 许多其他的剧种 也从中学习借鉴 甚至许多话剧电影演员 也把棋派的风格 融入到自己的表演中去 演员赵丹 就曾在电影《林泽徐》中 借用过周信芳的表演方法 他说 我用了一些 齐吉林彤 就是周信芳先生的一些表演的方法 这是在北京 他搞艺术讲座的时候 我听到的 他举例子 就是 林泽徐宇 恭请圣安 在林泽徐的片子有个镜头 他这个动作 他就 我试用了一下 一码 那两个秀 一跪 恭请圣安 你看两个语气 梅兰芳与周信芳 这两位童年出生的大师 日后成为了京剧界 一南一北的两个代表 我们如果要找出两个人来 影响最大的 恐怕就是梅兰芳跟周信芳 那么这个梅兰也是非常有缘 因为他们是童年 都是一家五年生的 这个十三岁的时候 就1908年的时候 他们是同学 多在北京的喜连城 这个科班学习 在喜连城搭班时 梅州二人合演了九更天等剧目 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战乱时期 梅兰芳曾占据上海 与周信芳往来密切 两人还在田汉的策划下 合作演出了《打鱼杀家迎接解放》 1955年 文化部主办了梅兰芳周信芳 舞台生活五十周年纪念会 庆祝两位大师 五十年的舞台生涯 周信芳一生演出的剧目 达六百出之多 长演剧目也不下百出 他收集整理了许多剧本 其中包括了大量的连台本系 我爸其实没读过什么书 他书到上这种诗读 那时候小时候读书 诗书读书好像只有读过一两年的诗 所以他一般都是自己好学学会来的 这个老院长小时候 在西班后台 那个旧社会西班都是不是聊就是说 不是那么很有秩序的 但是唯一都不管您怎么说怎么聊 只有他报一本书在格拉里看书 那他就不同一般的艺人 他就在做学问 这里是上海一条安静的街道 解放初 它是上海京剧院的原职 京剧院的第一任院长周信芳 曾在这儿办公 解放前 周信芳 毕竟是国内文明的京剧大师 解放后 更是有许多演员 都希望能投入他的门下 向他学艺 最后再学艺的大师 训练 接下来 所以我说他不睡好 他台上很快的 什么动作都能来的 什么踢盲啊 他不看的都可以接着 我抬一下不行 我给他一些盲啊 就是一些袍子 让他踢 他踢不起来 然后弹他也踢不起来 所以我后来不要他教了 他教不出来 他弹上他什么都能做 尽管周信芳自签 对交戏不在行 但还是有许多人慕名而来 一次田汉介绍来一位老演员 这位老演员已经是一个剧团的团长 却十分仰慕周信芳 想要向他学戏 周信芳看田汉介绍的 而且人家是老演员 一去做团长 就亲自马上 当天来了 亲自就到排练场去叫他 叫清风亭 赶子 叫杆子 我们在外面就听见他里面声音很大 叫他 连说带坐 叫他 等到他学完了 走了 周信芳出来 回到院当时 把那手里的东西望着 就算一摔 我不会唱 我也不会教 哎呀 自己跟自己发牢骚 周信芳 对每个向他学习的人都可谓尽心尽责 我最不喜欢就是说什么呢 你挺喜欢棋牌 你就棋牌是吧 最后我棋牌不到 我干别的觉得这个最不好 你不伤人吗 因为现在我的先生已经过去多少年了 用我的话来讲 你得对着起他 他教你 他凭什么教你 他什么要帮你酬劳 还请你去吃饭 你再教你的戏 你那么容易得来啊 这个太难了 你是不是 我到现在我就觉得 不应该忘了他 周信芳对每个学生都关怀辈志 不仅如此 他对其他的小辈也是照顾有加 关心他们的成长学习 五六年那时候排一个十五官 我就觉得周院长这人就是很 对我们青年人 那时候我跟他在一起 我还是小年轻人的 是吧 就很培养我们 那会演十五官 按说他的老搭档比较熟 是刘宾坤刘先生那时候 是吧 但是那会演十五官呢 他就挑我演这个老鼠 周信芳作风严谨 当院长期间总是准时到院办公 一次他和魏明约好下午一点 在院长办公室见面 我想我是小伙子 他二十几岁 这个他肯定不会当我的事 他不会那么准时的 所以我到时候呢 我自己在 我在三楼 那个我自己的那个小办公室里头 我在搞我自己的事情 我想等会晚点我再下去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一般讲是要一点钟 谁知道他是会不会那么准时 我就在这儿 动动动有人敲门了 轻轻动动动有去敲门 我一看嘛 他站着来了 自己上来 还端着一个茶杯里头泡着热茶 他上来就是给我搞记录了 哎呀 这下我好难为情了 应该我下去的 结果他上来了 我一看一看掉 整一点 一次 上海京剧院在北京演出时 剧目临时决定删减 由舞台监督负责通知大家 由于疏忽 他通知了所有的人 却忘了通知主角周信芳 当时就通知人 见一个都通知一个 告诉乐队配角全告诉 这场不要了 这场不要了 都通知到 乐队舞美全通知了 全通知 但是就有一个人没通知到 周信芳在不知情的状况下上了场 所幸 凭着他多年的舞台经验 并没有出很大的疲漏 下场之后 如果说休养差一点的话 到后台发脾气 拍桌子打板子 你骂人 谁都不敢惹你 因为错的 是他们错了 没通知到他 而且把他撂台上 台底下都是内行 既定50周年 都是领导 还有内行 首长都在那看 如果这一下子一错 这一传出去 马上传备全国 周信芳撂到台上 下不来了 那还得了 到了后台 但是他一点声音没有 跟没事人一样 那么马克呢 因为他是舞台监督了 首先在他这 他就跑过去 又被挨骂了 那时他就往他一站 院长一低头 又被挨骂 他正在 他在洗脸 下装在洗脸 就说了几个字 艺术就要认真 周信芳是个不够言笑的人 在小辈面前十分威严 在家中也是如此 我跟他比较 好像不大说话的平时 唱了戏没办法 他只能对我说话 那么他很内向的人 不大表达感情的 他台上就表达了 但实际上 他不大表达感情的 他叫我现在 就冲着我母亲说 那我那要不要 我又冲着母亲说 三角的关系 母亲就做头领 我这样说 他坐我旁边 他不跟我说的 周少林和父亲 总是定牌坐在沙发上 却通过对面的母亲 来转达他们的话 小女儿彩词 比他最小的哥哥 还差了七岁 所以他特别受到 父亲的宠爱 我小时候有的跟我爸爸 到书店去逛书店 可以下午 礼拜天下午 一定有一顿 要么西式的点心吃 要么就是吃 中式的广东点心 所以每个礼拜天 我就等着 他也不叫我的 他就叫背车了 一叫车子 我就车子上一转 转了以后 就有的跟了 跟了他也不讲 因为我爸爸其实是妈 怎么讲 他很宝贝我 但是他是比较 上海人说老发 老 比较古老一点的思想 就是小孩不能这么宠的 不能这么馋的 我小时候的时候 我爸身上是没有钱的 他进出 要么就是家里的车子 车他 开他 要么但是就叫步三轮车 到门口 就有人帮他给钱 所以他身上是不带的 没钱的 在周信芳家中 大小事物 都由太太 求力林来打理 有时我们家里 碰到强盗来了 强盗门口进来了 进来了以后 就拿出强来 持强的强盗 致富了楼下的佣人们 便上了二楼 撞门进了周信芳和 求力林的卧房里 用枪指着周信芳的脑袋 可这么大的动静 竟还没有惊醒周信芳 这个人把我爸抓到这里 对吧 抓到了吧 我爸就说 展开 有什么跟我讲 在周信芳的一生中 富人求力林 是他很重要的执着 他生活上吃也不多 不会吃 穿也不会穿 那么后来年纪大了 穿是我给他买的 他穿什么 他自己不知道 我跟他买的 那么吃呢 我母亲给他预备的 就吃那个肥的 那么其他的就是 他生活上钱都不大人 但是从我现在对我爸的 从书面上啊 其他地方取证的了解呢 我爸十几岁已经当后台经理了 所以你说他完全不懂呢 现在想象也不可能 但是可能到 到我小时候的时候 他就难得糊涂了 他也想想想服 1959年 周信芳编排的新戏 海瑞尚书曾轰动一时 在文革初期 海瑞尚书和海瑞罢官一起 被四人帮称为 一颗毒藤上结的两个毒瓜 红卫兵 红卫兵要拉他去斗 那么我就也挤上车了 因为他出去以后 没有人管他的 很危险 所以我就跟着车 打车去了 因为他看见我呢 他说 你来干什么 我说我来了就来了 他说他们要打你的 我说打人打我呢 你可以少爱人一下 周信芳遭到隔离审查 儿子周少林被打成反革命 叛刑入 家中的悲剧也在不断发生 小孙女周畅在无数次抄家后遭受惊吓 最终导致她的花药棉花怨命 而与周信芳相濡以沫一生的坚强女人 求莉林也终不堪诸多折磨 离开了人世 1975年农历年初三夜里 周信芳心脏病突发 被送进了附近的华山医院 那些同病房的那些陪伴的家属 对她都是很好的 白天怕人家看见 到了晚上都悄悄地送东西给她吃 照顾她送东西给她吃 而且他们还都提出来 说都这么大年纪了 为什么还带个反革命帽子 跟她摘掉吧 他们都提着提着 而且有的人说 虽然她戴了帽子 但是我能够跟她在一个病房里住 觉得很光丰 同年三月八号 八十岁的周信芳病重不治 事事与华山医院 当她的遗体被推出病房的时候 除了病重无法站立的三人以外 所有人都默默起立 目送这位豪迈了一生的老人 父母最后一世见面也是我 其实我很记得在哪里 最后是哪个位置怎么讲的时候 我真的很记得 周信芳逝世三年之后 在上海的龙华火葬场 为他召开了平凡大会 并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巴金直到此 邓小平赠送花圈 这个一辈子正义凛然的人 终于又恢复了轻衣 1995年 她的骨灰移放到上海 万国名人墓园 与夫人求利林同葬而出 多少传奇 多少坎坷 都在这里 尘埃落定 入土为安 老长机 又有的转着 里面放着周信芳的经典传 她的唱片段 他的唱念身段 恍如隔世 又近在眼前 周信芳为戏而生 又仿佛活在戏中 一生都是浓墨中菜 如今 当时间洗去了粉末的颜色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周信芳 談 那是水 明明 是海的原宠 终是报 且看来到 一代 我一只梦 三不当作 两不走 两不当作 来 好 我就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